专业高雄群星会热闹登场 超过50位影坛巨星齐聚在高雄 这几天的影星珍珍除了参与珍珍高雄影展开幕外 也以公益大使的身份前往社会局长青中心跟长辈们相见宽 不过可能行程太紧臭了 凌晨是传出身体不适的状况 新闻局表示经过休养后已经出院 第一时间韩市长也表达关心 希望能多加休息 高雄公立大使珍珍凌晨因为身体不适 前往高医治疗引发外界关心 市府新闻局发表声明表示经过休医检查之后 珍珍女士上午出院休养 由于她婉拒探视 市长韩国瑜第一时间表达关心 也希望珍珍女士多多休息 比较累了一点 所以血压高 血压很高 所以他们就帮我带来医院 就急诊室这样子住了一夜 打点滴啊 打很多的药在里头 这样的 现在好多了 我已经在回那个酒店的路上 谢谢 谢谢大家的关心 回顾这几天 影星珍珍相当忙碌 上周五珍珍高雄影展开幕 她协同市长韩国瑜 共同踏上星光大道 超过50位华语影坛巨星 都参与开幕盛会 我更要谢谢所有 我从你以来 所有在这个行业里认识 我的朋友 从这么大老远 从美国 香港 日本 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 这么大老远的地方来支持我 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收获 这次珍珍高雄影展共收入 包括新有千千节等 十四部珍珍代表作 全新数位版 重现台湾电影史上的经典 让观众得以回顾 台湾文艺片的黄金年代 也为台湾电影尽一分心力 隔天她还跟多位影坛巨星 现身高雄市社会局长青中心 合体献上多首经典电影主题曲 就连儿子张力恒也现身力挺 展现温馨母子情 我的朋友这次 这么大老远 这么的诚心这样的支持我 来参加 非常非常的感谢 无常来高雄担任公益大使 不仅让七月高雄星光闪耀 也让人见证到这位 西日亚洲女神的风采 也因为行程紧凑 过于忙碌 导致身体出现不适 韩市长特别叮咛 要多多休养 并祝福她早日康复 港都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